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 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谢谢大家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 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保卫战 我们的节目是由 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伊贝斯冠名播出的 要保湿伊贝斯 伊贝斯坦润保湿水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伊贝斯的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要旅游找图牛 图牛旅游提醒您 节目首播期间打开 图牛客户端赢百元现金券 本节目由海伦凯乐 林志玲专属太阳镜大力支持 再一次对以上机构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表示衷心的感谢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现在请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添加爱情保卫战的官微 即可网上报名 了解更多的情感故事 与我们的情感专家在线互动 下载使用天天圈 提出情感问题 就会得到导师们的在线解答 并且有机会 在爱宝节目中 得到图列一对一的指导 使用微信摇电视参与互动 点击左上角的宝箱 抽取现金卡 今天请到的老师是 大家的老朋友 来自华一家军的高级副总裁 屈卫屈老师 欢迎屈老师 心理专家 白燕仪老师 欢迎白老师 你们的爱情导师 图磊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 接下来就来了解 这对嘉宾朋友 在他们的情感当中 碰到了怎样的困惑吧 各位请看 我们从相识相知 到结婚 已经二十年了 在二十年里 我风风雨雨地和你过 我容易吗 你不容易 但是也不能 大事小事和我吵架啊 我不和你吵 和谁吵啊 我心里的委屈 憋屈 我都和谁说啊 我只能和你说 这都过大半辈子的日子了 咱日就好好过呗 那还能离是啥的 那我想要一个稳定的家庭 你能给我吗 你做得到吗 如此彻底 看这小片的时候 多多少少觉得 二十多年都走过来了 这到底闹的是哪一出呢 掌声请出这一队吧 掌声有请 男嘉宾刘先生 42岁来自辽宁 自由职业 女嘉宾蒋女士 46岁来自辽宁 也是自由职业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主持人好 好好好 三位老师好 好好好 蒋女士今年是46岁 对 结婚二十年 二十年前就玩姐弟恋 你们那会儿算特新潮啊 反正是感情认完了 谁也说不明白 感情上来 谁也说不明白 对对对 现在有孩子了吧 有 多大了 十六了 十六岁 是个女儿是吧 对对对 感情挺好的嘛 别闹了吧 关键时都是家庭所 最一些小事 大姐说说吧 二十年怎么样 她是搞那个 车化舞台车化的 我成天东奔西跑的跟你走 有一次在火车上 给我动的正好赶上三九天 车上人特别多 连站的地方都没有 我站那会儿连脚都动麻了 腿什么的 在下车的时候 到酒店的时候 我连鞋我都出 拿都脱不下来了 我跟你这么多年 我容易吗 当时吧 那完了是 媳妇我是挺心疼你的 但是咱们不是为了挣钱吗 你说是 我要是再找一个人 那不是多一份费用吗 对不对 然后你去了 咱不省份钱吗 咱不都是过日吗 反正体谅点呗 你说是不是 我在体谅你 你体谅过我吗 不是 我这当时的时候 你在酒店时 我不也给你误酒了吗 这多体谅是不是 那呀还叫体谅啊 当时咱们不就是为了挣点钱吗 你说现在多不容易挣钱 是不是 我也觉得挣钱不容易 挣钱不容易 但是咱俩出远门的时候 我回孕了 你们管过我吗 你们家人管过我吗 在我回孕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 以为是感冒的 但到医院一检查 似我回孕了 我当时感到特别的高兴 但是呢 我还是跟你在外的 咱俩走到半岛的时候 我感觉身体不适 我已经流产了 你们你给我送医院了 但到医院的时候 已经我都溜完了 回来的时候 你家人问过我吗 你问过我吗 我不还照样跟你吗 流产的时候 我这检查处有职工肌瘤 我做职工肌瘤的时候 你已经接到活了 打电话我出院你走了 家里就送我自己 没人给我做饭 我五个肚子 谁也不管我 你妈连电话都没问过我 那我妈都七十多岁人了 你说上下楼多不方便呢 你妈七十多岁人了 有我妈岁人大吗 我妈都八十了 还吃过我呢 当时我爸爸就在病床上 我妈还吃过我呢 你家人管过我吗 问过我吗 一句关心的话都没有 再也说了 我妈她这上下楼不方便 二是说她连菜市场都不知道 在哪儿啊 一个农村呢 你说是不是 她再也不知道 回家给我做个伴儿 给我擦口大米粥 我也能感觉到得到温暖 但是她管过吗 你说我这里的来位受挤压板气 你说叫我咋住啊 你说我 我是说我妈好呢 还是说你好呢 你说我 我说我妈 我妈岁大了 然后给她万一 整点毛病啥 医院啥 你怕你妈有病 你就不怕我有病吗 我谁都怕 我现在 我谁都怕呀 我现在 来一句来一句来一句 结婚二十年了是吧 我知道有很多的这个苦啊 但是您孩以上列举的这个诸多的事实 跟她都没什么关系 矛头直指她妈 反正你也不跟你婆婆过 你们俩今天来是 是怎么着 申诉婆婆大会 我不想跟她过了 为什么呀 这不都是她母亲的事 或者她家庭的事吗 她母亲的事 但跟她没关系 她不为我做主 一句公道话不说 那说说 我亲生 你说咋做主 我媳妇 你说 那你说过公道话吗 啥事 去年咱们你哥要在北京包沙场 非得找你去 咱们也去了 到那一看 那是叫沙场吗 那不就骗咱们吗 但是我给你带回来了 带回你 你嫂子 回家 到天晚上就开始骂我 趁着我钱没给她投资 沙场那不叫沙场 我能投资吗 你嫂这样是骂我 你哥一声不识 你哥拿我说一句话呢 拿我说一句公道话 我也不能跟你们家争争大气呀 他说我哥和我嫂子坐的是不对 不对你说叫我咋整吧 你说我是能叮当 捶着两句呀 捶着两下着 还吹着呀 你哥坐的对吗 我哥坐的 你哥坐的对吗 他不对 不对 不对不就不对了吗 让你爱人出面 不是你出面说 哥这事我做不了 我说了 我说了 说了不就完了吗 那为什么他骂你媳妇呢 关于是他浑的 谁浑的 谁浑的 我嫂子呗 你嫂子浑的 你干嘛去了呀 我 我这人也不能跟他浑的 然后就让你媳妇受罪 你是个做 我说不好呢 你说这我 得罪他 所以你就别说了 行了 家里的事不说了 他对你怎么样 他对我还行 那不就得了吗 那不就完了吗 但是他也小心眼儿 老抠了 这 这女人 爱美之心 是天性的 这家我要买点服装 买点化妆品 他就老不乐意了 那你二十年 我要给他买衣服 他都不乐意 姐姐会过 你的道理是 我这啥事 我真想 生活真不容易 我现在 攒点钱 上个老下个小的 奶奶不用钱 这家一买衣服 咔下 整一千多钱 化妆品 咔下整 一千多钱 你说 我说你就买个 一二百多钱 二三百多钱 能穿就行呗 那我这个年龄段了 我再不穿 我等啥时穿呢 我等八十岁穿呢 那你说 像我这年龄段 我都应该在家幸福了 我现在 我还是 事处跟你奔波呢 我这不也有想法吗 我现在整个 网络院线电影啥 搞影视啥 不也挺好吗 我说再买点 摇臂 滑道啥 滑道车啥 你不也想 那得多少钱呢 买摇臂呀 又滑道车的 几万我先 那你以前排那些电影 你都挣着钱了吗 关系是 导演没看上我 我就行是吧 咱们这个年龄段了 回家开个地儿去 干点那个 正常的营业啥的 他非得搞那个影视 你说你能挣钱吗 我问问啊 这资料上面说 两位都是自由职业 你们这结婚也二十年了 对 这二十多年你们做过什么呀 你们到底是干嘛的呀 我是搞那个 一般在外的婚庆了 舞台了策划 酒吧什么策划什么的 您呢 我是跟他那些 他就跟着我跑 我就行是吧 咱们这个年龄段了 给家想开个店 开个什么店啊 开个饮食 您想干嘛呀 我就想整网络这些东西 整网络什么东西啊 搞一些影视嘛 影视啥呀 我拍一个电影 对 现在倒是 反正你一见面干嘛呢 弄一本子 干剧啊 电影 玩意人都干 弄好了 那写了几本 那实际说白了意思就是 今天来最主要的目的 是想干餐饮店 对 不希望他花钱去投电影 是这意思吧 真不想过了是吧 不想过了 就是他要去做影视 你就不过了是吧 寒心如苦二十年 为一个男人生了孩子 又受到了这个男人家族里面一些 他也说不上来的一些气 原本觉得快笨五十岁的人了 应该有一个安稳的日子了 但是他这个历来听话的老公 现在琢磨着 不听他的话要造反了 老婆不干了 老师们你们看怎么办 一起进入丘比特温卷 许总 两个人都挺委屈 女方虽然强 但是在外面受他们的家里的 别人的气 老公不能给挺着 对 在家呢 老公也觉得特别委屈 是吧 逆来顺受都没有话语权 是 好不容易在事业上想这么一次 得不到支持 但是你得不到支持呢 这事啊 我还真是站在你老婆这边 我觉得你欠你别干 你这事其实刚才就简单几句话呀 我就觉得你对于所谓的拍电影 网络电影你是不了解的 要投不少钱的 现在你们这个家庭 现在面临的还真是经不起这种风浪 我们要切实 去看清楚这件事情 是否能做 你的优势资源都在哪儿 是否可以支撑这个项目 并且给家里啊 带来收入 我给你建议就是 先做好家里的男人 再去迈出第二步 做好外面真正有事业性的男人 谢谢老师 谢谢许总 来 韩老师 我想先跟这位先生说 我觉得 你说你媳妇不支持你拍网络电影 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 不光你媳妇不支持 是个女人 如果跟你是一家子 都不会去支持的 不是因为你没有才华 或者不相信你有没有才华 而是我们要看过往二十年 你在这个行业当中做的成绩 事实胜于雄变 那证明了你是不是适合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以及大市场的一个分析 所以我们可以因为爱你去跟你一起装 跟你一起作 但我们绝不会因为爱你跟你一起去疯 那家里边俩人如果都脑子稍糊涂了 都疯了的话 那这日子就没法过了 我们过了二十年 一定要学会去反思自己的生活 他今天越来越弱的状态 和你越来越强 是有关系的 而你的妻子没有得到你的支持和关爱 保护 所以他就会更强 而有一些梦想 是不是离我们的生活太远 这些都需要去反思 如果他真的说 老公你去吧 咱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卖了 我支持你做电影吗 太吓人了 那不是爱 那叫疯狂 谢谢 好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白老师 童老师 他早就是这个样子 你不是不明白 而且他将来还是这个样子 我说了一个人的品性和能力 这辈子会有变化 但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你明明知道 他就是一个撑不起家的人 你抱怨什么呢 但是他虽然不能撑起家 不能在别人面前保护你 那你图他的什么呢 你图他的就是一个听话 就是在生活当中你能做主 你可以强势 他如今越来越弱 越来越听话 越来越撑不起这个门面 其实也有你保护的成分的结果 至于最后这个梦想的问题 我倒跟他们俩截然不同 他这听话听了一辈子 好不容易有了一次主张 即便是错误的 我认为如果是一个爱他的女人 就应该帮他去实验 至少帮他去尝试 他不这一辈子都没主张吗 一辈子都没有自己的想法吗 好不容易有了自己这样的一个想法 而且我刚才听上去说 他虽然有个电影梦 但他是准备从活动做起 不说这个电影梦一定要大把的花句词帮他去实现 至少你可以帮他尝试 这是他生活当中第一次有了主见 即便是错误 也应该帮他去尝试 我是这么认为的 否则的话这一辈子 他就像一摊泥一样 永远也立不起来了 就这样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还哭呢 哭什么呀 没想好哭的 没有 想做就去做吧 干嘛老衣服着于别人呢 是 以前 说吧 以前都是 一来顺受 其实我 我挺爱这个家庭 我 我也想干一番事业 我挺爱好这个 挺爱好 就叫影视 行了 时间留给你们自己吧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媳妇 来你受了很多苦 其实 我真的不深刻了解你 然后来到咱们这个保卫战之后 我感想出 你和我 我家人还有这么多的 呃 这么多的 事情 我感到媳妇非常对不起你 我以后 还继续听你的话 呃 放心吧 你放心吧 别哭了 回去吧 再见 二十年的婚姻 一个模式形成 突然有一天 家里主事的来请关门 突然有一天 家里主事的妈妈说 哎呀宝宝你长大了 这个日子我不知道该怎么过了 你来顶起这片天吧 宝宝说 妈我真的不行 还得你来 人都有个疲劳累的时候 就当这对夫妻 尤其是妻子 是一种情绪上的宣泄吧 其实大家看到了 这也是一种幸福生活方式的 另类形态的表达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关注我们的节目信息 请关注新浪娱乐 腾讯娱乐 搜狐娱乐 网易娱乐 凤凰娱乐 欢迎登陆优酷土豆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乐视网 PPTV距离爱奇艺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现在请您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我们天津卫视的 TV网络电视或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现在是一个福利时间 请您打开微信摇一摇摇电视 进入到爱情保卫站的互动页面 百万红包等您来拿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对夫妻 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请 好啊 这那一瞬间 突然想起来了 如果按地域一定要划分的话 特别奇怪 就东北普通的这个夫妻里面 这种家庭模式就特别多 就是女强男弱 我跟你说你就记住 听老婆的话 有衣穿有饭吃 别闹了 接着拉片 等你什么时候拉到 一万几句的时候 你跟老婆说 老婆 我有一梦想 说不定行了 好吗 行 来 有请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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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吧 真好 来 让我们见证 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我一生一世都爱你 抱一抱抱一抱抱一抱 哎 受得也去了 哎呦 哎呦哭的呦 好好好都委屈都委屈 来来来来 行 亮灯吧 还委屈呢 找个厉害的 你又驾驭不了 这送给你吧 药保湿 一杯湿 好好保养 开心生活 好 谢谢 谢谢张老师 谢谢情感专家 谢谢大家 听老婆的话啊 听 听不 听 好好拉片去啊 谢谢 好 谢谢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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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嗨 大抵这就是生活吧 什么样的事 都会在我们的身边上演 关键 你用一种什么样的眼光去对待 在世中的人 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去调整自己 我们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的爸爸爱玩游戏 手机天天不离生 我的妈妈爱干净 身上常被消毒纸巾 妈妈陪我玩吧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吧 孩子你管过吗 每天就知道喝酒玩游戏 喝酒也比你强啊 整天你除了擦就吃的血 孩子最快让你灌出洁癖来了 他们最近总是吵架 爸爸妈妈你们能停战吗 这是用一个孩子的眼光 看待了自己的爸妈这点事 孩子说了 老爸老妈 你们能停战吗 来 请出这对夫妻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李三十七岁 来自山东是一名司机 女嘉宾小人三十九岁 来自山东是一名收银员 来 有请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 大两岁 结婚几年 十多年了 孩子多大呀 说话那孩子那么懂事的 十岁半了 我们要孩子比较晚 怎么了 老吵 你有洁癖 整天就跟个神经病一样 爱干净怎么了 爱干净是有错吗 下边上早市买个饭买个菜 五分钟 回来以后脱下来就要洗 夏天的衣服少好洗 你看冬天衣服那么多 穿一天身上有点汗 有点土 愣着就让我给他洗 洗的时候毛病还那么多 这不行那不行 那臭烘烘的能穿吗 那脏了肯定要洗啊 那洗不干净肯定要重洗啊 不 谁洗 洗衣机洗啊 谁放到洗衣机里去 一边都是我操作 就是你洗呗 是冬天的衣服也是一天一身换啊 冬天济南那个风沙也比较大 那肯定要洗啊 羽绒服也洗啊 嗯 真的 哎呀您真讲究 行 你说现在呢 你说把我和孩子带的都有家屁了 孩子在幼儿园呢 你说小朋友用的杯子他不用 做的凳子他不做 小朋友跟他拉拉手呢 他也嫌小朋友脏 你说这以后让小 让孩子跟小朋友 跟他同学怎么相处 那就要爱干净好吧 从小让他养成 讲卫生的习惯 有什么不好呀 我说我同事 朋友上加上来玩 你说换鞋的时候 见面换鞋不及时 地板上走上脚印子了 你说我们在那里聊天 还没有聊完 你说他就开始扫地 扫沙发 甩脸地给我的同事看 你让我的同事心里怎么想 大家都低头不见 低头见的都是朋友 对不对 扫个水果皮 只能这么发张吗 朋友你才能给我面子 你说你在我的朋友 一点都不给我面子 你太不看事了我就看 你看事 那我怀孕的时候 你爸你妈都不在跟前 我爸和我妈也不在跟前 我挺着个大肚子 他得做饭给你吃呢 我不也给你做过啊 是啊 你是给我做过 天天给我下面条 炒西葫芦鸡蛋 我吃的都快成面条了 我看见面条就想吐 主持人你看 有这样的面条吗 你看 你说你从怀孕 到生孩子这么长时间 有几顿饭是你自己做的 不都是我给你做吗 你偶尔做一顿又怎么了 你说非要我给你赚到跟前 你才吃啊 你天天玩游戏玩了半夜 第二天早上也不起来 这会都是我做早餐给你吃 我玩游戏 是我休息的时候 我玩游戏啊 你呢 难得做不了 你简单的你自己不会做吗 非要等我给你做 我挺着个大肚子 我怀孕了你不伺候伺候我 你什么时候伺候我 你说 怀孕不管不问吧 孩子生了也不管不问 我怎么不管了我 孩子穿衣服 从吃的喝的穿的用的 你说你哪样是你买的呀 我也给孩子买过好吧 你买过什么呀 我给他买过你双袜子 是啊 你花五块钱买双袜子 你还有脸 那你是买过啊 你不能说我什么都不给他买啊 我也想给他买 你说你大了小了 说我眼光妥了 给他买的不好看了 你又不愿意啊 那你带孩子出去玩过吗 怎么没有玩过啊 我不经常带着孩子到我公司吗 是啊 没有第二个地方了 只会带着上公司 去聚餐一下 那又是盐又是酒的 你说那孩子 那身体能健康吗 孩子不管不问也就算了 我们贷款买的房子 本身就没有钱 而且还从外边 带了两万多块钱信用卡 他自己还不上 他写着我的名字 银行天天给我打电话 追着要债 这钱干嘛去了呀 家里还欠了一屁股债呢 给朋友在一块喝酒了 喝酒喝这么多呀 人家请我 我得请别人呀 那你就请别人 是啊 人家请你 你是在请别人 你自己 你自己尽量不知道 你自己没钱 你不知道吗 你说人家请我 花四五百 我请人家吃碗拉面 那笑话吗 不不 那就别出去吃了呗 你吃你 我不反对你吃 你得有数着点 对不对 一个月三十天 他从外边喝二十天 一个月 一个星期最少 出去喝两三次 两三次每次都花 六百到一千块钱 你说谁能收料 就你一个工薪阶层 对不对 你又不是老总 这个应酬那个应酬 哎呦 每次喝醉酒 而且是还刷酒疯 吐得到处都是 你知道吗 还抱着马桶睡觉 你说你整天那个街 让我吐好几遍 我也是嫌麻烦 我才抱着马桶睡啊 我抱着马桶睡 我不吐得是不方便 你不能不吐啊 然后呢 我就吐了吐了 就睡着了 然后他就说 我整天抱着马桶睡 还有别的吗 你说本身吧 我们有贷款老人吧 就是体谅我们 就是说来给我们照看孩子 就是为了让我们多挣点钱 对吧 然后 他吧 老人他身体不利索 你知道吧 老人他耻对吗 身体不利索 有的时候手上有点 有一点水啊 跌到木地板上了 然后他就说我妈 直接又说到脸上 一点面子不给 就说 你能干就干 不能干就别干 他老年他少年纪了 我跟他说多少次了 我说你要愿意干就干一点 不愿意干 你就坐上饭了 看点事 要不你吃完饭 就上楼碟去转个圈 玩玩 哎他非要干 他有时候干了 他不如不干 这天乱 你说那个我们阳台 跟那个客厅 中间一个推拉门 那个玻璃的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擦的 一擦就跟下了雾 下了雾的一样 什么都看不见了 那我得再擦一遍 你说吃完饭的话 我们吃的吃饭吃的快 他吃的慢 我们就上一边了 哎我 也没提现水响 你知道那碗线刷完了 我回去一看 一摸全是油 我也不能当着他的面 你说我等他出去的时候 我才再刷一遍 他说不进天乱吗 回来哈 我只要一进门 就把我拽在房间里 我妈这个了 那个了 那个了 这个了 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了 又窝囊了 又这样了 那样了 就可以我捣捞个不停 我虽然嘴上不滋生 但是我心里难受 你说是吧 就凭着他这一点 你心里难受 你心里难受 我都可以忍 就没对你对我妈 这么不尊敬 我就没法忍 我就不想和你过了 我说的事了不听 因为他对你妈不好 所以你不想过了 对 对我好脑子无所谓 对孩子也不伤心啊 哦 你也想过 对孩子对老人都不伤心 你也想过 他洁癖我可以接受 但是呢 我希望他也能 遷就一下我的小脾气 有时候我说话太重 挺伤人 哦 行 今天咱把这事解决好 好不好 行吧 你们可以解决吧 三位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哎呀 我真是头都给他们炒晕了 你知道吗 听得这叫一个乱 但我感觉你们现在啊 你们的婚姻很危险 你知道为什么 你要出去喝酒 一周还要喝那么多次吗 你就是在逃避 逃避现在你们出现问题的 这件事儿 对吗 以前是这么喝吗 以前不这么喝 你就是想逃避 而且你真是不顾自己的经济实力 朋友请你了 您要真是觉得自己必须得 照单还得还回去的话 您就没这精力实力 您就别去 有这时间 有那精力在家 干点什么不好 你不是没有孩子的人啊 孩子你管吗 说我给买东西就买一个袜子 孩子四岁桌就买过一次袜子 你还亏你说得出来 你配做这个父亲 人家老母亲喂你做饭 你还挑三减四的 你们这个家在做卫生 你还觉得不满意 别说挣那点钱 你有关心过老婆吗 你有关心过孩子吗 你有为这个家里 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吗 你都干嘛去了 喝酒去了 喝得挺开心嘛 但实际你要做的责任 你要付出的责任 你在这个家里头 别说你没个老公样 我觉得还没有一个父亲样 更别提你 还没有一个女婿样 哪样都没做好 女士 在说对方的同时 自己要知道自己 哪做的不够 有些事情的确是有点过 其实我觉得我做的很多 你是做了很多 但没有得到好 对吗 是 你就站在自己说 我付出了这么多 你还这样要求我 这么下去 只能你们俩是 裂痕是越来越大 你觉得这种状况下 对于孩子健康成长 有帮助吗 他是没有老公样 你有老婆样吗 你有妈妈样吗 你能做到多少 你们俩就是各说各话 自己就觉得自己这样利益 不能被受到侵害 你们这是夫妻吗 你们两个人眼睛 都盯在对方身上 可我觉得你们两个人 谁做的也都不够好 先解决自己的问题吧 如果真是解决不了 那就离 因为不为别的 就为孩子 孩子在这种家庭环境下 绝不可能健康成长的 身心都会受到损害 为了孩子 如果解决不了自己问题 马上离婚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曲总 白老师 在我做心理咨询的过程当中 遇到过很多洁癖的来访者 或者是其他的症状 强迫症的来访者 那刚才这个大姐说 说我这个很正常啊 但是我们这个正常与否的标准 一定是要和社会 大多数的标准 来去做一个参数比较的 您夏天的衣服一天一洗 我说这是爱干净 讲卫生没问题 冬天的衣服 也要一天一洗 包括羽绒服 而且我看资料写的是 衣服要洗至少两遍 还要再加消毒水 这好像就高过了大众标准 那么这个确实是和 心理上的一些东西 相关联的 爱干净意味着标准高 对很多东西需要用消毒水 意味着我们的安全感差 我觉得咱们这位女士 对自己的高标准 美好的期待 以及对于安全 这样的一种缺乏 信任的一种缺乏 导致了她的生活 就成为这个样子 可是这位先生 你不能理解 也没有明白 没有给予她安全感的一种补充 你简单的只给她去操作一下洗衣机 那个并不能支撑她 也更不能缓解她 因为你对人 对生活缺乏安全感和信任感 所以你不信任你的丈夫 你老去否定她 所以让她容易破关破摔 她就变成了 让自己在酒精的状态当中 去寻找自己的力量感和价值感 在朋友的这种不间断的社交当中 去寻找自己的被需要的这种幸福感和快乐感 另外这个位先生 你刚才说到对老人 他干得好或不好 他愿意为你干 因为他想在你的人生当中 还显得有点价值 你为什么不能理解他呢 他在你的家庭当中 他希望自己的姑爷 能够更好的去对自己的姑娘好 所以我不能作为我姑娘的妈 我不能在这吃闲饭 我得尽可能地帮我姑娘 帮我姑爷干点事 这样我姑爷才不会给我姑娘脸色看 老人的这番苦心啊 小伙子 真的我们要想一想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真的觉得你是不对的 要改进 否则的话 你的妻子从你身上 既感受不到力量支持 又感受不到爱的宽容 更感受不到一份应有的善良感恩 那他可不是越来越洁癖吗 好 谢谢 谢谢白老师 我妈 我妈系数大了天下来给我们照看孩子也挺幸福 我妈系数大了天下来给我们照看孩子也挺幸福 我特别感激到 其实我们注意到在曲伟和白燕仪说话的时候 你们俩都没有看着 尤其是女人 她那个头一直是迈着那边去的 似乎很不愿意听他们两位说话是一样的 你说在生活当中她什么都不管 只会喝大酒 又或者只会花钱 但我想请问的是你倒是能耐啊 你那么能耐 你怎么不教好你老公啊 如果还想要这个家 还想当一个妈 想当一个妻子 还想当一个丈夫 一个父亲 你们俩就长点心 否则的话就跟曲伟所说 你趁早散了算了 何必在这儿怒目相视 彼此折磨 就这样 家庭生活 学会退让吧 别太较真了 生活里面好多事 其实本来都不是事 就是因为在那叫汁 叫出了事来 你我觉得问题特别大 一个男人如果一个月有20天 在外面喝酒 不管他什么职位 不管他从事什么工作 一个男人有20天晚上在外面喝酒 这个家庭危机太麻烦了 太大了 为什么不回家 喝酒有时候缓解的压力 缓解什么压力 在家里什么活都干 还说了又不算 好 很简单 要好好过 还想惦记这个家 想让孩子健康成长 都做让步 互相宽容 大道理我也不会讲 我能说的就是这个 一起进入黄金60秒 老婆 我呢 脾气太大 有时候呢 喝完酒以后 喝啥酒疯 说话呢 有时候伤了人以后还不知道 总之呢 我也不想你离开 因为我们有孩子 我以后呢 尽量把那个酒 慢慢的戒掉他 对你对孩子 还有丈母娘 好一点 我下决心 慢慢的改掉 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 咱我该说的都说了 就是对孩子 对孩子 对我妈的好一点 因为你爸 你妈 你爸身体不好 你妈在家照顾你爸爸 孩子都是由我妈来帮我带 我妈也从年轻 是我很多苦 我特别心疼我妈 以后啊 有时间喝酒 还不如带点孩子呢 谢谢两位 请回吧 好好反思一下吧 去吧 结婚十几年 孩子四岁半 来 请关门 一对夫妻 丈夫说妻子不像个妻子 妻子说丈夫不像个丈夫 这种抱怨的日子 也为难他们过了十来年了 其实今天就好像一个家庭的浓窗 被老师们挑破了 这里面折射出了现代家庭的很多问题 比如说 表象的所谓家庭主导的问题 所谓的女人需不需要给男人尊严的问题 比如说男人为什么不愿意招家的问题 比如说如何做一个父亲的问题 如何做一个母亲的问题 等等等等 我想我们的老师们 他们起的作用 恰恰是为大家 做这个层面的解读 我们来看看 他们的选择是什么 请开门 好啊 主动点啊 好啊 主动点啊 从今以后 以为是所有 俩人哭的 别哭了 以后生活别那么较真了 差不多得了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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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让我们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抱一抱吧 别抗拒了 亮灯吧 这个是我见过的最尴尬的拥抱 肚子实在是太大了 兄弟啊 酒少喝吧 酒再喝以后 这抱老婆都没法抱了 肚子先去了 药保湿一杯湿 礼物送给你啊 谢谢 都别那么较真好吗 好 谢谢 别那么较真了 谢谢 回去吧 祝你们幸福 请回 谢谢 哎呀 生活大抵就这么点事 想明白了 大家都舒服 想不清楚啊 钻到一个死胡同里 人人跟着较劲 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幸福 希望今天三位老师的话 能够帮他们捅破生活的那层小窗户纸 接下来一起进入一辈师爱情保鲜记 爱宝微信圈的网友向途老师提问 说我今年26岁了 跟媳妇结婚五年 感情一直很好 就是为了经济上面的事经常吵架 我们已经有了一个三岁的孩子 他这次吵架还是为了钱 而且我第二天上班 他带孩子走了 现在他要跟我离婚 我该怎么 女人如果因为你不理解他 而跟你闹 那是闹关怀 如果一个女人因为你不够忠诚 跟你闹 那是因为在乎 但是如果一个女人老是为了钱 跟你吵跟你闹 甚至要离婚 这个女人多半是不想跟你过 好 谢谢 谢谢图老师 我们要感谢三位老师 当然下面就是感谢时间了 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理线品牌 一倍师冠名播出的 要保湿一倍师 一倍师谈润保湿水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栏目 可以关注一倍师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一倍师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要旅游找图牛 图牛旅游提醒您 节目首播期间打开 图牛客户端营百元现金券 本节目由海伦凯乐 林志玲专属太阳镜大力支持 谢谢以上机构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辛苦了 也谢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收看和陪伴了又一期爱情保卫站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